哈喽各位我的天 主要是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头一段时间 我一直在牵扯着与社会网的爱恨情仇 久久无法自拔 直到最近他手机停机了 我也再也无法拨通他的电话 其实我的内心深处是多少有一些忧郁的 于是我转身投入了另外一个王格的怀抱 就是王者荣耀 我这个人玩游戏的原则就是 要坑只坑自己人 于是我叫上了 我错了 所有的好朋友 张外乔 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匹配了一场王者荣耀 结果匹配到了三位陌生的老铁 其中有一位老铁简直是厉害到要死 上来直接描选蓝灵王 并且高傲的给我发送了他蓝灵王的数据 当时我仿佛能看到他屏幕背后微微翘起的嘴角 这份自信 这份从容 这份一千多把蓝灵王 这份百分之十几的胜率 他在这一刻用他的态度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上有一些脸不要也可以 游戏开始之后 我操纵着我的程咬金来到了上路 而我们的苗选蓝灵王也迈着他矫健的步伐来到了野区 但是我定睛一看竟然是敌方野区 我也不知道是他的导航不好使 还是树林太多迷路了 也不知道为啥就非要去敌方的野区 可能是要反野吧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还没有等我对蓝灵王提出疑问 他已经想到自己可能来错的地方 于是扭头就想往回走 那怎么是你二一家炕头 你说走就走 直接被对方一个ABC一个打野拦向 一顿 什么那个Q 原来也Q了 一血没人 复活之后的蓝灵王站在雪池里面一动不动 似乎还在为刚才的事情赶到自死个 能不自死个吗 白白就送出了这么个遗血 袭了糊涂的 我写字打字安慰他两句吧 没想到我王哥先计案了 我王哥质问我们所有人 什么团队意识 什么炒作 为什么活活看着我死不过来救我 行你们都不救我是吧 那我关机行吧 我关机了 这个蓝灵王说完这句话了之后 真的就像那个扎花店的小纸人一样 躺在雪池里面一动就不动了 各位老铁 也去让人照脑子一顿踢死了之后 咱们团队是怎么配合他 我是给他摆起桌过个头期 他心里能得接着还是咋的呢 当然了这些话我也只敢跟你们这些老铁说 我跟那个蓝灵王 我可是一句都没敢说 我真怕他挂急 你说我们团队可咋着 这个时候百桥用的那个蔡文基打字了 各位老铁听好 不是语音师打字了 他说哎呀 亲爱的朋友们 不要再吵架了 我们在一起玩游戏多开心呀 蓝灵王你动起来吧 摸摸哒 恶不恶心 那个傻呆呆的我王哥 还真是天真的以为这个蔡文基是个女孩子 试问有哪样的一个男孩 能受得了这样女孩的一个摸摸哒 于是我王哥像疯狗一样的 又一次赶往了野区 边往野区走 边跟我们解释 说我刚才吧 这个属于是高端局的一个战略 啥意思呢 就是我先搬出吃老虎 假装自己是一个狠菜的菜逼 送出医血 让他们降低对我的防范 于是在以后我就可以尽情的杀他们了 唯音未落 就让对方的那个赵云再次送回了老家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特殊情况发生的话 他这个牛逼最少我能给到八分 其实在我看来吧 蓝脸王被杀这两次也是好事 最起码他能清楚的意识到自己的水平有多一般 这样就可以猥琐一点 没想到还是我太年轻了 我王哥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水平一般 反倒开始指责我们四个 他说什么 我们是他带过最差的一届队友 我们根本就跟随不了他的脚步 而且他告诉我们 如果再这么玩下去 对这个游戏永远不会有贡献 永远不会有发展 而且我们永远都只是菜笔 跟不上他的脚 根本跟不上 蓝脸王说的 说我们跟不上他 说的 在这里我发出一条建议 我恳请王者荣耀你们听一下 就是能不能出一个改版 能打自己队友 这样的一个形式的 就是咱们可以 可以殴打自己队友 这样我相信有更多人会更愿意玩这个游戏 绝对的 这个蓝脸王连死两次之后 我们发现他的手速实在是太坏了 只要他能和敌人相遇 他永远不给我们支援的时间 直接他就是一套连招 然后被对面带走 这样循环往复了无数次 而且每一次他想支援战场的时候 都会从雪池出发的那一刻 就摁出自己的隐身技能 他就这样会跑的快一点 然后一直跑到对方英雄的面前 隐身技能消失 像这么用隐身技能的蓝脸王 真的这么溜 我还是第一次接 紧接着对面一个连招带走 蓝脸王行云流水般的送出自己的人头 对面赵云讲话了 除了他爸以外 没有人对他这么好 老铁们多高的评价 这是多高的评价 不知道是因为赵云的这个评价 还是因为自己零钢器的这个人头 蓝脸王彻底崩溃了 他嘶吼着告诉我们 我不想好好玩了 我现在要开始松人头了 我操都这么过瞎傻了 那刚才他是没有松人头 他是在好好玩是吗 那照这种情况来判断的话 他是不是有一个外挂 杀的一次算古杀呀 这样也算松人头了是吧 我方蓝脸王幻影刚落 麦谈轻盈的步伐 就开始往敌方的水晶跑去 那这个时候大家也知道 张外乔这个人 他是非常的执着 他就拿下那个小蔡文鸡 一直在给我王哥夹鞋 我王哥跑他去夹 王哥跑他去夹 那你说他能夹我王哥 王哥跑那么快还带眼神 往往最后就是 我王哥送出人头之后 他想走也来不及了 反倒还让人 拿了一个双杀 原来这个才是我王哥口中 真正的松人头领教 直到我们游戏即将结束的最后一刻 对面的赵云也发来信息说 真的很感谢你们 让我体会到了游戏的快乐 那在这呢 我也想请那篇的蓝脸王 如果你能看到这条视频的话 希望你可以在王者荣耀 这个召唤师峡谷里面 一直坚持下去 做你自己 你真的很强 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成为你的敌人 感受到你的强大 并且希望你能让我有一天 也体会到游戏真正的快乐 谢谢 我认为王者荣耀最大的魅力 就在于同样的英雄 被不同的玩家使用 就会赋予这个英雄不同的意义 就像在我们眼里 这个蓝脸王全场都坑到要死 但在敌方的眼里 他何尝不是全场最佳MVP之 感动召唤师峡谷 最佳结束青年等等一系列 这何尝不是一种胜利呢 最后希望我的各位老铁们 都可以做一个善良的王者 多包容多指教 说不定你一句善意的话 就可能收获一段美好的友情 或者爱情 谁又说得准呢 点个赞再走吧 给 clicking α 叫做她 他要某选择 々学霸